我希望這段事情 我會給你自己做觀點 姨姨啊 身體是我耶 不是你耶 是我在做治療 你才知道 化療的副作用我而已感苦 我相信美英對他們一家人是影響很大的 那美英會關照每一個弟弟妹妹 然後呢還會照顧爸爸媽媽 我聽師兄講過 他很好 他什麼都讓著你 你弟弟做不對 大姐替他隱瞞 所以他們的感情是非常非常深厚的 我每次聽到師兄在講 美英師姐的時候 我就覺得 對他不像 不像只是姐姐 是有點像 有點像第二個媽媽那種感覺 我覺得大家的立場都不一樣 那因為是我在承受這個 生病的痛苦也好 或者是 做化療的一些副作用的痛苦 也是我自己感受最深 那我當然會很厭倦這一系列的治療 而且我覺得 可能我已經經過一次治療了 雖然好了一陣子 可是他又復發了 為什麼結果還是一樣呢 我當然會覺得很沮喪 而且當然我也是 就是父母或者是你的老公 一定都會希望可以再多跟你相處更多的時間 現在的化療 我們會直接加成人工學管 人工學管 所以只要在這邊 蓋一下 會用比較大的沙布 這樣子覆蓋 我看到他們家的那一棟房子 我聽他們說是美音監工的 美音師姐監工的 然後那個房子是非常的 蓋了很用 那個房子其實 就是我們這樣說的老廚 然後讓爸爸媽媽 家裡的人就是住得很安全 所以從那個房子我可以看得出來 美音其實是一個心很細的人 但是志願很大 他也想要跟媽媽一樣 保護家裡所有的人 2 3